嗯,兄弟们,今天我们进行今天的一个古谱矫解 我最近讲的古谱就是自出动来无敌手 前面我们讲个字字和初字的几个局面 今天我们首先来讲动词的第一局 前面字字是顺炮,初字是猎炮 咱们来看看 动词的第一局和前面的字字和初字有什么不同 不计守着走的还是中炮,炮而平武 可以一起走一个马二进三 走马二进三之后一般就会形成 大体形成就是百公马或者是单体马 当然还可以走一个马八进七还原成为一个平分马 黄奇马二进三 这起在宇安埔里面走的是马八进九 这想象是走成一个单体马的一个变化 对付单体马当然是直接出横 出直居也是可行的,也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工法 在宇安埔里面,黄奇走的是居一静一 在黄奇走到居一静一之后 飞起走一个向三旧 芒经奶温打批多一万 这不仅看起来也无可厚非 但是我觉得还是迅速出动大则可能好一些 比较走一个居一瓶六 对付士师支舞 这样子相当深 faut的是很厚实 对于丹提嘛 也有一个叫法叫七宝年数 就是形容说 他的所有的字全部有根 跳一个编码 最起码说对方在压码的世界 不用担心 但是丹提嘛 他也有一个明显的弱点 就是说 他的进攻上比较乏力 是一个单纯的 一个防守的一个局面 胡琪走个军令救 这个棋当然 感觉还是有一些急躁 我觉得走个马八戒七 将来比如说他对军 可以走个军一进一 然后从中路发起进攻 可能比较好一些进去 这个时间 黑棋走一个军一平四对军 对这不对军吧 我觉得可能走个冰三进一 会更加好一些 只要军三进一之后 胡琪就没有后面带来一些后续的事 但是这个时间他走军一平四对军 胡琪当然是不会对 这个军走在部署过多 你要是轻易的对调 就会导致一个短步 短步之后就是面临实现 胡琪杀掉 走一个军六平七 杀掉 黑棋 炮二退二 当然这部炮二退二 从后面的发展进程来看 可能走炮二 退一可能是稍微好一些 胡琪走一个马八戒七 炮二批三打军 黑棋本来因为佛琪只要逃军 他很可能是上马 上马打着马 你再要走的话 他前进一个弹子炮将来 这要登军 这要登马 是这样的一个手段 现在 但是没想到胡琪突发妙术 走一个军七进一 军七进一直接开马 黑棋一看 你这给我送一个对吧 送一个给我打掉 后八批三 胡琪走一个炮八进七 炮八进七衰裂黑棋 这要当然黑棋的军也是死的 但是黑棋一看 你既是一炮坏军 打掉我的军 我把你吃掉 然后 我不是还打着赢的一个吗 下来是不是我要多一个大子 黑棋打掉 把胡琪打掉 结果胡琪走一个炮五进四 不对 不是这样的 先走一个军九进二 没有直接打 走一个军九进二 抓黑棋的炮 黑棋一看 又做一个对吧 又是素菜 那我把你再打掉吧 走一个炮三 皮棋 炮三皮棋打掉 从后面来看 就是这个炮三皮棋打马 是可能是最后的一个败格吧 此时显然一个回马 回马你吃掉我的炮的话 我在上马把中兵保住 这样可能会好一些 从后面的发展进程来看 是这样的啊 吃炮的时间没有打马 回一个马 你把炮吃掉 我上马保住中兵 这样不至于速败 结果黑棋打马 这一步打马之后 局势已经无法挽回 当红旗炮五直四 打掉黑棋的中兵之后 黑棋发现 大势不秒 下一步军九皮六 要是一个杀棋 红旗已经无法解决这一步杀棋 以后不管怎么走 黑棋 即使就是这样回马 黑棋走一个军九皮六 你上马在当地人家不理 直接杀掉底居 军九皮六 军九皮直接一架叫死 他也不能视 因为有中炮 将军不能威 有地炮 这要形成一个天地炮的 天文帅的沙发 一共前后是十零个回火 我们把他跳到开局 让他自动放一遍 学弟们可以看一下 他也不能接触 只要是一种炮的 他也不能注意 他不得刺激 他会看到他 他不得刺激 他可以看出来 他不得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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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